AM730的讀者,大家好,我是贵莉莉,Elena 演技方面和演技方面 可能有些事情要遷就镜头 可能有一幕就是我绑着一个男对手的手 然后我不小心背了镜头 它教我如何转身,或者如何绑,才更漂亮 其实真的很有学问,加上很难 我觉得一定会用到,因为将来越来越难 其实拍摄的内容是AV 内容可能会越来越丰富 所以一定会运用到,甚至可能要有情绪 例如你拍AV 他们这些表演很好,他们真的有做功课 例如日本有一个AV题材很出名 很多人收落的就是未忘人 将来可能真的会有用到 这个不容易 这是其中一个主题 还有其他不同类型的主题 也很厉害 还有其中一个是我喜欢的区议员 但有点不同,他不是拉我去坐监 我是建工,我希望做区议员 然后他会问我,那你想不想上位 那些 你懂得做吧,你这么大个女儿这么聰明 自己想吧 其实每一个故事都会在旁边教 他一直在旁边教 也有四个故事里面 他有一个我和他,只有我和他两个而已 我第一次爱女孩在镜头 全部都是感情戏 所以我觉得很好 很特别,我会记住的 一生 差点想哭 而且是很紧张 紧张到说不出话 接着,蜜蜜蜜蜜蜜 对了,吃饭的 聊了很多东西 多数因为我紧张到不敢说话 对了 他有分享他的拍戏有趣的事 给我听 还有叫我加油 和他勉励 我觉得也是 很开心 整个感觉很开心 他有什么留言 就是说我现在在做事 不是我想做的事 他这样说 我觉得挺惊讶 然后 还有就说我几年后的我会 会开心点 开心点 还有是会 他说我是会结婚的 因为我曾经说过 我拍过YouTube影片说 我是不分主义 到现在目前为止也是 原因是因为我不信人 他说将来 几年后 不记得他有说 确实是年份 我不记得了 他说我一定会结婚 而且另一半 我说是不是不是香港人 他说是香港人 因为我会想 香港人未必接受到我这样的身份 但他说是香港人 还会对我很有钱 准不准 准不准 我觉得他说我的性格是准的 是 说我的性格是准的 但是他 其实他有一些位都挺适合 看你怎么看 因为 例如他说 现在我在做的 不是我想要的 但是 其实我是我想要的 而且 不想要的 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因为有很大压力 其实如果你要赚钱 一定有压力 其实做些什么 都一定有压力 除非不用做 不用做都可能有压力 糟了 没有工作 你不明白 所以 我觉得 都比较主观 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要减硬 就是大家叫我不要做的 大家常常叫我不要吃东西 我最喜欢就是吃东西 因为我吃东西才会减硬 我之前就会是买东西 但现在我已经很省 因为 用钱不容易 很省 寧愿会吃东西 吃东西是减硬 其他都没有什么特别 我喜欢 会影响身材 会的 但是 我觉得如果我情绪不好 更加什么都不用说 什么都不用做 就算我多瘦都好 但我的情绪 不开心 焦虑 抑郁 我更加不用做事 不如我要令自己开心 而且要有健康的身体 我觉得这样才是最重要 因为你任何一种身形 都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 你太瘦的时候 有些人会说 吃肥点好看点 你肥的时候就会说 他也是瘦点好点 根本就没有可能满足所有人 所以不如忠于自己 而且一定要自己开心为主 会做一下运动 而且我会觉得 有时 别人叫你做的事 未必是长远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觉得 有些事情你要去改变 一定要是 自己都要这样想 是自己这样想 你去改变才会是长远 如果别人叫你 你减肥 你可能减肥一会儿已经不想减 但如果你真的为了自己 觉得这个 真的要减减了 或者真的有问题 身体出现了问题 你才去改变 这样才是长久 都是比较好色 对 有的 本身之前有一个在聊 但最后我觉得 我个人都比较黑 最后聊不醒 大家都说好了故事内容等等 觉得 或者是上天给我一个启示 你不是时候 如果由第三集开始 就是有剧本 对啊 因为其实每一个女友 都是因为一开始 都不知道你是适合什么风格 也不想给你这么大压力 所以你自然 真情流露就可以了 但之后就可能 因为大家都会体现的嘛 如果你就这样做的话 所以一定要有些少剧情 我觉得就算不是拍AV 拍电影我都会怯 即使拍AV 我都会害怕 因为我怕演得不好 对 而且害怕 因为我最弱 我觉得我自己最弱 是背台词 发展目标 始终都是拍AV 但我觉得 不要冲突 因为你拍AV 都是要演的 因为有很多人 有些人问 就说 他也是被人背 想鬼演技 也有些人不叫我努力 他说不用了 只是躺在这儿被人背 因为我觉得很搞笑 因为 觉得他们看东西很片面 因为 有很多东西 平时根本不会做 你拍AV 有些搞笑的 我走去 我不会做老师 根本就是要演技 或者是要试